大家好 我是Kin哥 大家知道我買了三星的短焦4K的投影機 我影片上了以後 哇 很多人回想 後面應該要放一個抗光幕 他說這樣子 其實你整個看起來的畫質解析度會來得更好 然後我決定就聽各位網友們的建議 我去花錢買了 那等一下就會來裝 但是我們現在先來看一下 這個是目前還沒有裝 然後這個是我們家的牆壁 你可以看到牆壁有不平對不對 而且你看這邊還有古墓的痕跡 你可以看到現在我們是開我們家的室內燈 這個外面對不對 那我把燈關掉呢 給大家看一下 比較的感覺 我現在把燈關掉 是不是有更好 你看白天喔 其實這樣子看起來已經感覺很不錯對不對 沒錯 這個是我購入這一台投影機 這兩三週都是這樣在看的 為什麼我要先拍B4 因為我們等一下裝完以後 我們來看一下After 是不是感受會不會更好 好不好 不是露啊 他說這個可以露 剛早上其實Tim嫂已經拖地加西地了 為什麼不是你拖地加西地 因為我去上班 他的框 框 哇好大喔 好大喔 你知道我剛才想了一個很蠢的事情嗎 很肯定都很蠢啊 你看什麼 我想說100吋它如果整個是硬體 這種搬上來 我也是這個答案 早上來去問管理員說 這100吋竟然來結婚了 就搞好半天 他們可以這樣子啦 自己箱子看起來不大 那你可以變100吋嗎 我變100吋幹嘛啦 各位這家很專業 真的 那他們很細心 我等一下會跟他們小聊一下怎麼選好不好 要裝框 裝框 如果我說我現在去幫忙 他們會不會把我打贈嗎 會 你不要亂 他現在超頻的耶 超頻的啊 你不要讓他看前面 看前面是不是 你過去 我來看 哇 哇 我碰他一下 他真的是那個耶 你有沒有看到 因為他很脆弱 很脆弱 他會特地的吸一下地板 哇好漂亮喔 各位我們現在已經裝到一半了喔 那裝到這一半呢 剛剛師傅他們又要下去拿東西 因為他說我們在搶麵喔 不平啊 他的意思是說一般基本上你家裡的搶麵都會是不平的 是不平的 所以為什麼會需要一個抗光幕 然後他們一直在誇獎我這一台三星短焦 因為他除了投射距離以外 他的高度是他們目前師傅講都對了啦 他們看過最強的就是他 就所有目前做短焦平台 而且聽說到8月底不缺貨 因為呢 他是用雷射頭的 像我們公司有用OBO嗎 他是LED的 然後還有燈泡式的 他說為什麼燈泡式的 常常可能用一用 你會覺得不好用 是因為呢 它會有燈泡 但是呢 你用LED的那一種 他的唯一的缺點 就是他的流氓素能比較低 亮度比較低 所以他們覺得雷射這種 會越來越成為主流 而且短焦也會成為主流 而且我先講一下一件事情就是 我這個其實還有施工費 那為什麼這施工費 我覺得付的很值得 是師傅除了幫你弄好以後對不對 他會幫你把牆這邊都弄好 還會去校正 機器的位置 他們就是會幫你都頂固好 所以我剛剛看下去 跟助理說這個施工費有自打 而且你看喔 其實剛剛它是捲在一起的一片布 那因為大家知道布 如果你沒有拉得很直的話 是沒辦法像這樣這麼平 是會有一點走折 而且他還說了一件事情 他說這個其實在國外 是一般給家庭自己弄的 這要你自己弄我覺得 斜屎 真的 不要鬧了 我們趕快回來吧 吸塵器的另類用法 沒有它是擔心鑽的時候那個會飛到你的偷音機 所以它就這樣很用心 那它上去顏色就不一樣了 喔 欸呦 真的多了 有欸 好明顯喔 好明顯的欸 好明顯喔 所以真的是本事說的 還好你有聽 本事你講的我都有聽好不好 我跟大家講一件事情 發現呢 日復真的很有耐心 你有發現嗎 他沒有有耐心 對啊 你都沒耐心 不過我想用這個機會來問問他們一下 這剛好是我們的那個 曠光部的廠商 我直接來問他好了 問他最準 因為他有看我們頻道對吧 是是是 那你錯粉絲嗎 是沒錯 一年多一年多了 等一下後台零500 後台零500啊 那我先給零500 我想問一下說 一般我們這種布幕啊 抗光幕啊 要怎麼選 一般來說 布幕不外乎 我們理解的啦 一般的布幕就像我手上拿這種白色 表面上他們會有點編織紋 欸 錄影你可以手摸摸看啊 有沒有 表面有編織紋 所以它在 像這種三星這台高解析度來說 它可能沒有那麼的難得適用 所以才會有我們抗光幕的產生 我那天就是上了三星這影片啊 然後下面就有很多人就說 聽哥你去買個抗光幕 就可以解決這件事情 那到底抗光幕它的原理是什麼 其實抗光幕 如果是說我們 挖張一點這種顯微鏡去打的話 它表面看到上面它會有炸一炸 所以我們叫這個叫黑炸幕 黑炸幕 就是像柵欄式的 它會阻隔從上而下的光明 像這種黑燈這樣打下來 如果是一般的螢幕 它是不是就擺掉了 欸有欸有看到 就是會連那個上面的燈的光 都一起吸收進來 所以它會沒有那麼的清楚 沒有那麼的銳利 喔差很多欸真的差很多 那這個原理就是 它只能接收從下而上的投影機 所以其實你今天是要放桌上 或是放在剛板上面的投影機去打的話 它的效果也沒有像現在來的這麼好 欸而且哥我先跟你講一件事情 看一下現在外面是什麼 白天 白天 你充電還沒拉起來喔 那台全開喔 全開真的全開 欸你好清楚喔 我現在畫面有兩個Tim哥你知道嗎 你喜歡嗎有兩個Tim哥 我覺得有點可怕 哈哈哈哈 但為什麼網路上有一些很便宜的那種 很便宜喔 其實如果是說把這個遮起來 我們來看表面上面的紋路的話 比較便宜的 可能說全部啦 就是滿多人就是他們上面的黑炸 它是有那種格炸 像一格一格的這樣 它也不是編織紋喔 它就是一格一格的格炸 可是我們的是髮絲紋 等一下如果說這個端起來可以看一下 我們的是髮絲紋還是一束一束 它對應的解析度會較高情 比較銳利一點 而且就像電視的面板 電影也會有ABD等級之分 因為我在網路上搜尋 都是找到他們家的 我跟你講各位很專業 我沒有騙你 而且你看看事工還調得剛剛好 它對得很清楚耶 但不過我還是有個問題 這種短膠投影機是接下來的趨勢嗎? 其實它已經流行了一年多的時間 喔一到兩年了 它一定會越來越普及 因為電視100吋還是要百來萬 但是可能比較便宜的也要趨勁100 那這樣子一套下來可能20幾 就可以輸一的錢 要是它護眼 通常電視它是實體發光到底眼睛 所以你看久也會酸 可是如果你去看電影 你看那小時的一片這樣出來 你眼睛不會酸 就是這個原理 為什麼我要說這件事嗎? 是因為Tim嫂 他就是他時候沒有裝的時候 他說他眼睛會酸 所以我們那天剛好粉絲就留言 才看在搜尋 那我還有問題就是說 大家有短膠投影機 然後有那一種 還有ED的 然後有燈泡式的 我問你你自己啊 裝了這麼多 你個人對的推薦 其實還是以雷射會慢慢變成一個主流 因為傳統像燈泡的話 你用久了它一定會慢慢變暗 它是一個耗材的 可能你八百一千小時 你就可能要更換一次 換它的燈泡那一個段 你不要八九千到一萬不等 那雷射的話 兩萬個小時就不太需要更換 兩萬個小時你一天看八個小時 你一天看六七年 一天看的話 雷射一定會是個趨勢 喔 那可能LED呢? LED的話它的優點就是 體積小 重命也比燈泡來的久 可是它的亮度極低 一台有兩千七到兩千八 LED可能七八百 而且你剛說我的Santera短膠 它有一個很厲害的地方是什麼 往射域是不是 對 正常來說 射域像是投影機 雷射超短膠 唯一一台就是三星那台 它有到DCIP3 DCIP3這個是什麼意思 這是一個劇院 電影院的射域的標準 對 只有這台有 那其他的話 緊繃就是REC709 這也是一個射域 可是沒有DCIP3來的這麼的光 而且另外再提到一點 它是三光的 一般的投影機是當光 它們的原理就是 當光你會先進射 再通過射你 出去三個顏色 RGB 紅綠藍嘛 那它是RGB各一個光 所以它會更先念 顏色也更準 喔 原來是這樣 那我想要問一個 我們粉絲還是想要 那你以前看起來 CP值蠻高的是什麼 直接講沒關係 奧圖馬的P2還不錯 奧圖馬P2 各位我幫你問出來了 奧圖馬P2 但是記得 那還是要搭你們家的 我會把你們家的那個連結 知道我們的資訊 因為我覺得真的很強 問題是它是粉絲 所以 你現在站去畫面旁邊 它根本等比例 它在這 真的 最好給你一分鐘 可以宣傳你公司沒關係 我帶你這個好像是 在美國是很知名的牌子 對對對 我們跟你宣傳一下 美國在台的公司 我們不是經銷也不是在你 我們是原廠 所以原廠 不管是買高單價 還是一般評價的產品 我們都可以提供很麻煩的保護 就不像有些 如果是水貨的話 你可能會變成 產品多額 或者是對消費者來說 我個人覺得是比較重要的 就是買東西要找到人處理 即使你買東西 不管是好的還是一般的 第二個 我們的產品比較 蠻多元的就是 如果說需要的話 因為也不一定說 一定要這種操場 一般教的也是可以 那如果是一般那種 ED或是燈泡的話 它的那種布幕的話 大家怎麼選 會比較好 應該是說投影機跟螢幕 講實話 投影機還是主角 我們螢幕還是上配角 對 還是要在投影機上面的選擇 還是要比較去比較看看 做一下功課 對 他們是延長 我跟你講 你們去搜尋抗光幕 出來都是他們家的 所以他們就對了 我覺得這樣最快 我剛剛看了也很滿意 我晚一點呢 Tim找回來 我要給他SURPRISE 老婆我幫你弄好了 這怎麼有你那一幅畫 送了一百呎的電視 一百呎的 抗光幕 你那邊有架子耶 這個很漂亮 你那一幅畫 我跟你講師傅裝了很久 而且幫我們校正了很久 他會用的一台投影機的功能比我還強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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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他面前 我就是白癡 不過好像有聽到他就是說 這台賣的很好 賣的缺貨 我跟你講講那麼多沒有用 我們現在燈是全亮的喔 全亮 再次正面 窗戶 沒有拉雙臉 這窗臉可以拿去退的嗎 哈哈哈 至於嗎 你竟然開箱不放 我跟你講以後上面就只能放 我們兩個會紮照 你們一起也沒在放 我們也沒在放 你在那邊 你要開機一下 而且喔 我跟你講他說這一台 對 他沒有藍光 對可以看藍光 之前看我眼睛有點痠 你去做沙發 他真的飽和很多 真的很多 我覺得就是你買一個好的投影機 你一定要真的配上曝光幕 感謝粉絲推薦 這是粉絲推薦的 粉絲叫我們買什麼 我們就去買什麼 等一下請叫我去買豪宰 哈哈哈哈 沒有錢 這個很棒 很棒耶 看掃子是不是常看那個運動的對不對 運動的 掃子你看喔 我們現在這個是黑的喔 對 因為本來看白的話 我覺得我眼睛閃光會有點嚴重 這現在是黑的喔 可是常常會拿這個來做運動 那等一下我們就請手的示範一下 欸欸欸欸 太漂亮了 你看 超漂亮的 欸怎麼好像真的差很多 那我跟你講我還是展示一下 燈關掉的感覺好不好 這樣真的有種在看電影的感覺 他說他這個是電影等級的投影機 差很多耶 我跟你講這個棒呢 不能只有用這個看而已 我要開啟我的Apple TV 那為什麼嗎 要看黑的 對對對 你看你的建議就是如果說他黑夜的時候 他可以表現出來更飽和的黑夜 因為有些你頭上去他就看起來灰灰的 你看喔 按鈴畫面都黑的喔 你看 欸差很多耶 用這個看最準啊 甚至你都可以把這邊燈關掉 看看 喔 是真的就有黑的感覺你知道嗎 就是黑的很有層次感 看黑的才準啊 之前看都看不準 欸這東西真的一定要購入耶 所以為什麼人家說一定要有一個看光幕 不是我們真的硬推銷 我們不是要退銷的啦 所以如果說你買了一個好的投影機 然後如果你沒有配料曠光幕的話 你就會覺得好像少了天色 是不是我開燈啊 開燈開燈 是不是 對 讚讚讚 是不是很想買 要感謝粉絲耶 不然我眼睛不知道要怎麼樣 今天來中的師傅 跟我們買的空空都是我們的粉絲 真的假的 謝謝粉絲 謝謝粉絲 感謝 他們的公司 我們那個放在資訊欄 你們大家有興趣的話可以去看 因為我覺得真的很棒 而且他也推薦了 他認為目前市場上CP值最高的投影機 因為有時候可能他太貴 但他找了一個CP值的他也推薦給大家 可以啦 就這樣啦 上次可以啦 很棒我真的太感謝了 可是如果推薦房子我怎麼辦 就買啊 就買啊 不是說買的地區啦 可能只買人家的廁所 台北市的火間廁所 那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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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再見囉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 我們下次再見囉 我們下次見